我前兩天跟大家開會的時候 我關我手機裡面 我雙眼看大概就兩三百者 這樣的訊息 兩三百個朋友 勸勤出來選當作 但是重點是鼓勵了 自爆三百封短 宣言勸進參選主席 連勝文接受專訪 談的卻不是誰來當家 而是國民黨該走往 什麼方向 其實我認為年齡不是問題 利益衝突的迴避 才是重要關鍵 你一群常委 每天在那裡拍馬屁 每天在那邊 講一些跟社會脫節的話 為什麼 我想要爭取不分距離 我每天在剖剖你 那你覺得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比較嚴重 還是年齡比較嚴重 中常委仍然想著 不分區缺乏利益衝突回避 最後獨裁領導 人人拍馬屁 連勝文透露 已與七零後 青壯派密切協商 再拋集體工智 就跟我們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 在討論 七零跟八零後的這些朋友 一起做一下討論 如果誰能夠做得比較好 我也願意支持他們 不見的是我 現在想想做什麼事情 再講說怎麼做 然後大家看說什麼樣的人 能夠把這些事情做得最好 年齡不是問題 重點在於思維 而在黨內面對 世代交替 檢討聲浪 被點名迂腐的黃復興黨部 由於掌握十萬票 黨權大軍 被視為改革阻力 對此黃復興系統 國居民領袖嗆聲 假使年輕人不需要 那我就離開 揚揚把所有黨政 寄回黨中央 表示退黨 即便黨內紛擾不斷 學界卻有不同客觀見解 如同黃復興與現存多數常位 現缺民意背書 青雙派學者主張 參考民進黨當然中職位 讓黨籍縣市首長與立委明代 入主中常會 從制度人選到方向 國民黨變法图強 內外多冠旗下 介紹正張宇軒 台北報導